啊 人以高人等啊 我感觉不行那样子 你可以的 你可以 我感觉他要倒了那样子 你可以的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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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感觉那个拿掉 那个拿了应该就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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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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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同时要跟我们音乐上的朋友们说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冯念云呢 刚来到我们直播间朋友们啊 可以先看小龙 先玩一个游戏来缓解一下我们紧张的气氛 但是我发现越玩越紧张 这他咋子 哦 我跟你讲我是高手 曾经有很多艺人都 就带在你的手上 对 都是女艺人 哈哈 欺负小女孩的 我说我今天也带在你的手上 那你就是第一个男也是 因为我跟 这个真的是有点难 我感觉才要选啊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呢 要倒 是吧 哎 哎 哎 找她 哎 哎 哎 ruoy 不要摔 他分摔 他太棒了 很厉害哟 哇 ruoy 哇 mau 对 你是货响 哈哈哈 你是货响 我看见你说了好多东西啊 我不会玩这个玩一个小时啊 不会 我感觉马上了 我觉得有一点点 但是我还是找到了一个 厉害厉害 这个真的马上就要很危险 这个是十分危险 这个 哎 哇哦 来掌声鼓励一下 哇 谢谢谢谢 哇 我果然还输给这个 对对对对 不过很不错很不错 来我们工作人员稍微把这个挪走一下好不好 现在有没有稍微缓解了一下这个紧张的小气氛 有吗 还是马上更紧张 还可以 还可以 最近现在你在忙什么最近 我最近有在就是宣传一些有关于惊吓的 一些惊吓的 一些惊吓的宣传和在有一些试镜 一些细的试镜 一些细的试镜 觉得每天特别累吗 还是觉得压力很不大自己 不是很累 我觉得很充实 因为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我很开心 最近私底下有没有去就是因为这么多人喜欢你 然后呢 有没有私底下去充实啊 去多学习一些东西 有吗 跟我分享一下 有啊 因为我最近也有在 练舞蹈 嗯 然后还有一些行李方面的统训 也有一些唱歌方面的统训 就是唱歌舞蹈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这种帅哥型的艺人 一个必备的技巧 那其实平时生活中有什么其他的爱好 我 我是比较喜欢运动 像打篮球 打篮球 打篮球 对然后包括一些像电竞类的游戏 我也都很喜欢玩 游戏 电竞的游戏有什么我不玩游戏 电竞的游戏有什么我不玩游戏 那我说了你也不知道 你啊 也是啊 这是我气这些广大网友的呢 一般是比较喜欢玩那种对战型的 比如说像英雄联统 大家应该都比较喜欢 英雄联统 这是对战型的啊 对 啊 那你说说路阿路就得了呗 哈哈 哈哈 对吗 讲个讨官方 你知道我的哪个区的 我 都有 哈哈 很官方的 我平时喜欢玩对战型的游戏 你就我平时喜欢玩路阿路就得了 哈哈哈 好 官方很官方 其实开个玩笑啊 那其实除了玩到戏外 然后会平时充实一些自己 就是学学武打啊 唱歌 觉得自己是那种唱跳型的吗 还是学起来会有一些吃